好 各位同學晚安 今天是禮拜一 開工了 那我還是維持以往一貫的 居家自求生活 我就不贅述我的防疫餐 歸習大法 還有看書 那也跟同學做了一些聯絡 回答一些問題 調整一些課程 這樣子 所以今天過的跟以往並沒有什麼不同 一樣是居家防疫的生活 那今天按照進度我們來到了 Tuesdays with Moray 我們繼續來往下看 精彩的內容 今天特別提前到九點半 那也因為下午 應該嚴格講中午就開始下雨 天氣稍微降溫涼爽了不少 所以 歸習大法睡覺睡起來 午休 休息也買兩塊的 好 那趁這個宜人的溫度 氣溫 我們就來很愉快的做Tuesdays with Moray的一個解籤 前面講到第四個禮拜二 呃 Mitch到了Mory家之後呢 探討了他在他的 變遷子上面 列下來的另外一個重要的議題叫做家庭 我們來繼續往下看 那當然對Mory來講他是一個 來日 不多的人 尤其走到這個階段 生命的最後面 尾聲 越是有家人的陪伴 他越覺得 有安全感 這是一定的 那 Mitch 的狀況跟Mory不一樣 他還正在 人生的高峰 雖然有 報業的 罷工抗議 他暫時沒辦法回到工作崗位 回到職場 但是他還不至於 感受得到Mory現在的一個心境 他可以 去想像 但是去想像距離 實際感受 有一段距離 我們看看這兩個完全不同 生命的 一種情況 生命的氣域完全不同的兩個人 對於家庭的看法 有沒有相同點 有沒有相異點 有沒有出入 這個蠻有趣的 The fact is There is no foundation No secure ground Upon which People may stand today If it isn't The family It's become quite clear to me As I've been sick Mory就講說 事實上是 如果 我沒有家庭 作為我的支撐的話 我是 今天 時至今日 我是沒有一個 基礎 沒有一個穩固的根基 足以讓我立足 連立足 所謂的 立足之地 連立足點都沒有 連安生立命的一個立足點都沒有 這一切都要歸功於我有家庭 作為我一個支柱的意思 那很清楚的對Mory來講 尤其是 從他生病 以來 家庭對他的這種 提供給他的一個避風感 安全感 跟心靈的支柱 越加明顯 這個家庭的功能 家人的功能 對他來講 越為重要 如果 你沒有來自於家人的知詞 的 關愛 的 關心 跟 所謂的 關切 啊 這這些都是屬於 情感 交流的這個部分 不管是 love 家人的愛 carry 關心 concern 擔憂 這一些 支持 來自於家人的 你幾乎一無所有 現在你能夠有的 多半都是家人能夠提供給你的 外人沒辦法取代 好這樣子 愛太重要太重要了 就如同 我們 偉大的詩人 adon 所講的 這個詩句 名句 金句 相互之間的愛 要有 要相互關愛 否則 就會共同毀滅 love each other 我們要相互關愛 否則的話 就是死路一條 那這個有點 讓我想起另外一個 金句 學界的金句 publish or perish 你不出版 就準備 被毀滅 就是 你只要在學界一天 你就要必須不斷的出版 作品 發表也可以 那個叫 publish or perish 那這個叫 odden的 美国詩人 是一個英國移民到美國的詩人 在20世紀初期 跟 mory 的年紀 相仿 大了大概 10歲左右 所以 在1920年 mory最無助的時候 應該有看過 odden的詩句 來作為一種 心靈的鼓舞 所以心靈的寄託 所以他記住了這句話 love each other or perish 是這個odden 這個我們大家比較不熟知的 美國在30年代40年代很有名的一個詩人 love each other or perish I wrote it down odden said that 那 mitch就 重複了這句 金句 相互關愛 否則就共同毀滅 他把他抄了下來 然後問說 是odden講的嗎 那odden對 mitch來講 可能稍嫌生疏啦 因為他並不是 美國可以 排名的上 美國偉大詩人的 這個 排名裡面 不是我們大家耳熟能詳的 這樣子 不是我們 唸美國文學 耳熟能詳知道的一些詩人 像witman不是這一種 但是對 mory意義重大 因為他的童年可能就是看著odden的書 寫的詩集長大的 對他來講特別有影響 跟我們一般唸美國文學的那個 Walt Whitman 是不太一樣 love each other or perish mory said it's good no and it's so true without love we are birds with broken wings 那mory又唸了一遍 金句 相互關愛 否則共同毀滅 mory講說 這個句子不好嗎 不管你覺得好不好 他 講的 卻是 真的有道理 因為沒有愛 我們就像 斷了翅膀 的鳥 這個叫 折翼� 這樣子 鳥本來是要飛的 好像有文字 鳥本來是要飛的 自由自在的飛翔 如果你翅膀 折斷了 就不能飛了 那這個鳥 就 等於是生不如死了 對鳥來講 換句話說 如果鳥是一個人的話 翅膀 就是家人 這樣子 那你如果沒有家人的關愛 就等於鳥沒有翅膀一樣 翅膀折斷了 這樣子 所以它就有那麼重要 說我 是生不死的 或是生不死的 或是生不死的 這病 這病 我會過 會這麼困難 我不是不可以做的 是 人們會進來 朋友 和朋友 但 這不是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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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有的 有的 他讲说,假如我离婚了,或者独居,或者没有小孩,在这种情况下,我得了这个病,这场病,我所历经的这场病痛,将会更难熬。 我同样有生病,病情也不会好,但是有家人的关爱,我会比较好过一点,好过很多。 他讲,如果没有家人的关爱,我不确定我可以熬得过去。 当然,还是会有人来看我,朋友,同事,但这些人都跟家人永远在你身边不会离开,是不一样的。 来看你的人,看完你的人,他要回家了,他就离开了,同事也好,朋友也好,他不可能在你身边永远不走,家人是跟你在一起的。 所以,你不会有那种,朋友,同事来看你走了之后,又变成失落感,又有孤单感,那个关爱又离开了。 不一样的,他认为不一样,实质上也不一样。 他不同于,你熟知的人,一直在旁边看着你,怕你发生事情,在旁边,不断的,24小时不间断的看着你,而且呢,持续的注意你,有没有危险,你会有安全感。 这个是什么,家人都不在乌,不在乌,不在乌,不在乌人认识。 there is someone who is watching out for them it's what I miss so much when my mother died what I call your spiritual security knowing that your family will be there watching out of you out for you nothing else will give you that not money, not fans 好,喝下台湾律茶 这个就是 家人的功能之一 不仅仅是爱 而且它还可以让别人知道 有人一直在帮你 有人一直在帮忙着 看着你 而且呢 这也是自从 Mori的母亲离开之后 过世之后 她所 失去的 家人的爱 她缺了那一块 她希望从家人身上 把那一块补回来 这是她母亲去世之后 就失去了那一块 她必须 要在她的人生当中 找回来 把握住 弥补 这个也就是 她所讲的 你的心灵的 安全感 那个叫 Spiritual Security 你知道 你的家人 永远会在那个地方 帮你守护 守护着你 没有任何的 人可以取代 这样的一种安全感 也没有人能够给你这样的安全感 除了家人之外 金钱没有办法 你的 名声 你再有名 都没有办法替代这个部分 他讲到 Mori讲到这个地方 就用眼睛 眼神 看了一眼 Mitch 好像在告诉他说 你是不是 也失去了 家人这一块 你不是很重视呢 没有错 Mitch他是第二次结婚 而且呢 他好像也没有小孩 他前面有讲过 他承诺要 组织一个家庭 但他食言而肥了 他 没有履行承诺 这样子 所以目前还是 所谓的这种雅皮 之类的 Not work P Adam 钱没有办法 提供 取代 这样的一种安全感 心灵安全感 名声也没办法 所以 你追逐名利 真名夺利 终究到最后 心灵层面的安全感 还是缺 还是空虚 还是没有办法 弥补跟满足 更不要讲工作 工作也没有 办法让你满足这一块 这样子 他特别是提醒了 用一种比较迂回的方式提醒Match 不要太专注在工作上面 但是我讲过 这个是价值观 世代差异 毕竟 我看差也差了30岁以上 可能还不止30岁 所以 双方都提出了双方的看法 当然Match也会 利用这个机会 反思一下我目前自己的状态 跟Mori提供给我的这些 个人的生活经验 有没有需要我调整 跟去省思的地方 Raising a family was one of those issues on my little list things you want to get right before it's too late I told Mori about my generation's dilemma with having children how we often saw them as tying us down making us into these parent things that we did not want to be I admitted to some of these emotions myself 成家立业里面的成家 养一个家 是 我的这个 笔记要点里面 列出来的议题 当中的一个 就是family family不只是家庭家人 还包含了 你要怎么去 让这个家 能够 讲难听一点 最基本是养家活口 在美国来讲 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 要能够一食无余 不要去担心经济的问题 不会大富大贵 但是一食无余 那是中产阶级 美国在670年代 之所以能够成为一方之霸 是因为它的中产阶级 支撑了整个社会的结构 中产阶级 是一食无余的 不必为生活操心 家里面 老婆在家里面 可能不用找工作 就可以好好带小孩 小孩好好念书 然后呢 老爸一个人上班 就可以养活家里面所有的人 放寒暑假 还可以去国外度度假 这种一食无余的小康生活 其实对Mori这一代来讲 不敢奢求 但是至少心里有个寄托 但是到了Mesh这一代 应该是不一样的 他要能够维持一个小康的 一食无余的生活不太容易了 这样子所以必须要减少很多的工作上的干扰 所以跟Mori那一代讲求心灵的生活不一样 所以为什么Mitch把养家 成家放在他的名单里面 作为上课的一个讨论题目 因为他想在 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之前 能够做出对的事情 表示他也很迷惑 他想要在 一切都太迟 来不及做任何改变之前 能够把家庭这个部分 他搞得一团乱的这个部分 能够理出头绪来能够做对 他就告诉Mori说 我知道你在讲我啦 你在提点我 但是我们这一代的两难 就是要不要生小孩 我们这一代 属于我们这一代 越战前后的这一代 嬉皮这一代 要不要有小孩是一个难题 是一个两难的问题 因为你有了小孩 小孩很好玩 很有趣 养他要钱 那他又有时候会 再用你太多的时间 把你绑手绑脚绑起来 当一个父母亲必须负的责任 你就必须牺牲很多 所以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 你要养小孩养得好 工作就必须受到约束 你要好好工作 小孩就照顾不好 他变成两难 所以在Mitch这个年纪 嬉皮世代的这个年纪 通常把小孩当成一个束缚 自己成为父母亲的 有责任的要照顾小孩 变成束缚了 那这种 有小孩很高兴 但是要当父母很难 不愿意当父母 只希望有小孩 父母这个部分的责任 是他们不想要的 这样子 那Mitch也承认 他确实有时候会流于 这样的一个两难的情绪当中 自己也被这样的一个 两难的情绪所困扰 不知道该怎么办 如果我看着Mory 那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在做 要跟他们的父母 在每一分钟的小孩 在这最终的小孩 但那他并不想要的 所以当他回过头来看Mory的时候 他心里面在想 如果 大家 主客意味 Mitch站在 Mory的立场 假设今天Mitch也得了绝症了 状况也跟 Mory一样了 不可逆了 马上要死了 不久于人世了 结果呢 Mitch他没有家人 没有小孩 他的空虚感会不会到了 令人窒息 无法承受的地步呢 会不会像 Mory讲的那个样子 他自己在想 会不会真的这个样子 他只能用想象的 那Mory 抚养了两个 儿子 把他教养得非常好 又有爱心 又常常关心别人 就跟Mory一样 Mory把自己两个儿子 培养得 跟他自己一样 很有爱心 很替别人着想 也很愿意付出关爱 而且呢 只要 需要他们付出 任何 属于 心灵上面 的一些 私语 给予 私舍 绝对不会吝啬 绝对不会觉得不好意思 好 这样子 如果 Mory 很想要 做某一件事情 很想要一些心灵上 情感上的一些 支持 他的两个儿子呢 就会放下手边所有的工作 然后呢 到他父亲身边 整个 最后这几个月的时间 只要他老爸有任何的需要 绝对把手边所有东西都 暂停 到他父亲身边去陪他父亲 这个 毋庸置疑 他的两个小孩训练到这种地步 但这不用训练啦 这个 以我们 东方人的观念是人之常情 但是呢 这个并不是 Mory想要的 他不希望他儿子把 手边的东西都停下来去 耽误 去 浪费在他身上 他认为是一种浪费 他希望他儿子能够 做该做的事情 有 空余的时间再来 关心老爸 不要 刻意来关心我 这个不是Mory想要的 看一下时间有没有讲过头 24分钟差不多我们再讲了一段就差不多 Do not stop your life He told them Otherwise this disease will have ruin 3 of us instead of one 他特别告诫他的两个儿子 不要 你把自己的生活过好 不要为了我打乱你自己的生活步调 否则的话 我一个人得了这个见动症的疾病 不只是摧毁一个人 而是摧毁我们三个人 把我们三个全部脱垮了 他讲得蛮有道理的 他讲得蛮有道理的 in this way even as he was dying he showed respect for his children's worlds little wonder that when they sat with him there was a waterfall of affection lots of kisses and jokes crouching by the side of the bed holding hands 这么一来呢 即便他已经不久于人世了 已经到了最后临终的阶段了 他 还是很 尊重 他两个小孩的 世界 不要去干涉到他两个小孩的生活 跟他们自己的世界 不要因为老爸 干扰到 扰乱到 两个小孩的生活 心里面是这样想的 这也难怪 双方彼此尊重 也就是双方付出了对对方的关心 都关心对方了 这个就是前面我们呼应一下 前面讲了一个诗人 讲的 love each other or perish Mori已经临终了 他希望他儿子不要 他关心他儿子 不要他儿子 自己的生活不了被他自己打乱 他付出了关爱 他儿子不会因为他父亲这样讲 就真的 不关爱他父亲的 就是因为这样子互相替对方着想的情况下 这个叫love each other 双方才不至于都毁灭 是这个意思 他的父亲没有说 老爸都要挂了 你们还在那边打电脑 不会这样子 所以 他越尊重 即便要不久于人世 他 越尊重他 小孩的 生活 他的小孩就越 越 关爱他 这种情感的交流 就跟那个 好像叫 那个诗人 讲的 love each other 这就是 你关爱他 你替他着想 他自然而然会替你着想 这个叫love each other or perish 只要不是这样的一个互相关爱 或是只是单方面的 就会 共同毁灭 好这样子 所以他这边用的是ruin 前面那个odden用的是parish 相同的概念 这是西方人的逻辑 跟东方人稍微有点不一样 东方人一定是 他妈老爸都要挂了 你还在那边啊搞什么 那是东方人 也就是因为 Mori实践了这个love each other or perish 人生哲学 哲理 他的两个小孩也跟着学道 耳濡目染 所以互相关爱 互相关心对方 不会因为他老爸讲说 不要管我 顾你们自己的顾好 他小孩就 照他老爸的话做了 不会 这也难怪为什么 当他们 两个小孩 坐在他身边的时候 总是有很热烈 很热情的情感交流 在 有如泉涌一般的情感交流 很多的亲吻 很多的 谈笑风声 而且呢 蹲在床边 随时在侧 紧握着双手 做肢体上的情感交流 肢体语言上的情感交流 跟 情绪上的 精神上的情感交流 这样子 有什么样的情感交流 对 有什么样的情感交流 对 有什么样的情感交流 Mori sat now, looking at a photo of his older son Mori讲说 每一次有人问我是不是要生小孩 要生还是不要生 这是一个大灾问 对于60年代70年代的嬉皮而言是大灾问 Mori从来就没有告诉他们正确的答案应该怎么做 因为这个是一个大灾问 就表示不会有正确的答案一人而已 他边讲边看着一张他大儿子的相片 I simply say there is no experience like having children That's all 那他的回答千篇一律都是 有小孩的经验是你无法想象的 是你那种美好是你无法形容的 他只这样讲也许你认为他答非所问 但也许这个就是答案 因为没有正确答案 That's all 就这样而已 There is no substitute for it You cannot do it with a friend You cannot do it with a lover If you want the experience of having complete responsibility for another human being 好有文字 And to learn how to love and bound in the deepest way then you should have children 他接着讲 我就这样回答 这种经验 有小孩的这种经验 是无法言语的 而不是无法言语的 这种经验 没有任何的经验可以替代这样的一个经验 你不能够跟你的朋友产生这样的一个经验 你也不能跟你的情人产生这样的经验 如果你要有这样的一个经验 要有一个全部全然投入的责任 对另外一个人类投入全然的责任 然后呢 学着如何去爱对方 如何跟对方成为一个有所谓的有情有义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用最深层最深层的这种情感 跟对方做结合做连结 那个叫bond 那你就应该要有小孩 所以有小孩不是只有 你跟自己小孩之间的这种责任 养儿育女 生儿育女养儿育女的责任 不是只有这样 还有你的另一半 这个变成家庭教育了 我只是解迁啊 我没有这个太多的经验 我是帮忙解迁而已 所以你要 有这样的一个责任的经验 只有 到你有了小孩之后 你才会有那种感受 用空谈用上课 用其他的方式 不能体验出来的 也不能够用 AI人工智慧模拟 也没办法 他的意思是这样 So you would do it again I asked 那Match就讲 那你会不会 如果能重来一次的话 你会不会重来一次 好 我们讲到这一页就好 那 Would you do it again 是说 如果你还有选择的话 你会选择 不要有小孩 还是要有小孩 I glanced at the photo Rob was kissing Maury on the forehead and Maury was laughing with his eyes closed 那Match讲到这个地方 就看了一下那张相片 Rob他的大儿子 在亲着Maury的额头 然后Maury呢 闭了眼睛大笑 这张相片 可能是 这个照片的 照的时机 照出来特别好 那个画面特别感人 取镜 镜头 长进 长得特别好 所以照出来相片 效果特别好 这样子 所以Maury就把它 表框起来 挂在床头 好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 当然我只是解签 同学有这样的一些经验的也可以自己体会自行体会 好看一下时间 34分钟差不多我们的分量也够 朗读一下今天就大功告成 明天会回到 军事人才培养的Colom Powell的Leadership Secrets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The fact is, there is no foundation, no secure ground upon which people may stand today, if it isn't the family. It's become quite clear to me as I've been sick. if you don't have the support and love and caring and concern that you get from a family you don't have much at all love is so supremely important as our great poet Auden said love each other or perish love each other or perish I wrote it down Auden said that love each other or perish Mari said it's good no and it's so true without love we are birds with broken wings say I was the force or living alone or had no children this disease what I'm going through would be so much harder I'm not sure I could do it Sure people would come visit friends associates but it's not the same as having someone who will not live it's not the same as having someone whung you know has an eye on you is watching you at the whole time this is part of what a family is about not just love but letting others know there is someone who is watching out for them it's what I miss so much when my mother died what I call your your spiritual security knowing that your family will be there watching out for you nothing else we'll give you that not money not fame he shot me a look not work he added raising a family was one of those issues on my little list things you want to get right before it's too late I told Maury about mygeneration's dilemma with having children how we often saw them as tying us down making us into these parent things that we did not want to be I admitted to some of these emotions myself yet when I looked at Maury I wondered if I were in his shoes about to die and I had no family no children would the emptiness be unbearable I had raised us two sons to be loving and caring and like Maury they were not shy with their affection had they so desired they would have stopped what they were doing to be with their father every minute of his final months but that was not what he wanted do not stop your lives he told them otherwise this disease will have ruined three of us instead of one in his in this way even as he was dying he showed respect for his children's worlds little wonder that when they sat with him there was a waterfall of affection lots of kisses and jokes and couching and crouching by the side of the bed holding hands whenever people ask me about having children or not having children I never tell them what to do Maury said now looking at a photo of his oldest son I simply say there is no experience like having children that's all there is no substitute for it you cannot do it with a friend you cannot do it with a lover if you want the experience of having complete responsibility for another human being and to learn how to love and bound in the deepest way then you should have children so you would do it again I ask i glance at a photo rubber's kissing maury on the forehead and maury was laughing with his eyes closed 好我就念到这个地方 那前面我在念的时候有个地方应该有别的意思也可以做另外一种解释就是 knei jaw knei jaw knei jaw 好在这边 It's what I must so much When my mother died 这个must可以当成想念 也可以当成失去掉 都可以 就是 他母亲去世之后 他为什么会 特别 想 这种人际之间的这种情感交流 It's what I must 这就是他所失去的 很多的 或是他 特别想念的 他母亲过世的时候他特别失去的 或特别想念的 也就是 他所说的 spiritual security 他母亲一去世之后他就没有心灵上的一种安全感 他就 失去了 或是他原来有 他母亲在开糖果店养家活口的时候家里面还有经济来源的时候 他 有那种心灵上的安全感 他母亲一去世这种心灵上的安全感就消失掉了 两种解释都可以这个must在这个地方 好 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 时间 41分钟有点久 但是还好我提前来做这样的一个解签 结束前刚休好不 这个 疫情期间 大家不要心服气躁 该做的自修学习 像有很多同学 他自己 平常利用时间 自己自足学习 但是呢 定期的来上个 线上课程 把他的 疑问汇整起来 做一个 解答参考下我的答案 我的答案不见得对 可以提供参考 他写一些句子 来做他写句子的 讨论翻译也可以 这个提供同学做个参考 有任何课程的疑问 随时提问 我一定给同学做一个最 圆满 完整 详实的一个答复 提供同学做参考 欢迎报名 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 感谢同学我们明天再见 感谢同学